昨天 冤大头找你了吗 没有啊 我觉得他不会再找你了 为什么 少老爷子发话了 不让他再掺和你跟叔叔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听说 现在的人都知道 你的魅力大到让他们少家两兄弟 反目为仇 有那么夸张吗 叔叔干吗呢 他还来找你吗 他 他不来找我我就烧高香了 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想管 我就只担心我爸的身体 你爸又怎么了 我就总觉得奇怪 以我爸的病情 按时吃药的话肯定不会恶化 我问了很多医生都是这么说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这不正在想的吗 本来吧 我觉得你们家的事 已经是一部狗血剧了 没想到 出家的事才是一部真正的夺迪大戏 你知道为什么那冤大头非要拆散你们俩 要和你在一起吗 原来啊 这个少老爷子有两个儿子 当家的是大儿子邵云安 也就是叔叔叔的爸爸 他四年前宣布隐退 据说好像是什么身体原因 然后二儿子邵云平 也就是这个冤大头的爸爸 他就上任接管了邵氏 本来这个邵云平呢 能力挺大 本事也挺强的 邵氏能发展到现在的这种程度呢 很大一部分的功劳 都归功于他 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邵老爷子不太喜欢他 所以邵云平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代理总裁 而且我还听说 叔当初就是被邵云平 挤得出家族企业的 他们两房 真的就是家族的继承位 而你 就是他们的最大法吗 我终于知道 我们家为什么不是豪门了 吴恩怨不豪门 既没有人跟我争继承位 也没有人跟我抢亲爹 人生的道路太过于平坦 太没意思了 你够了没有 而且啊 我还听说 他们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周会 邵老爷子亲自参加